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其实具体提高效率的手段 不如说是一种缓解焦虑的救命稻草 但我们真的很难说清楚 多任务真能带来很高的效率吗 有一位西方典型的管理领域的专业人士Denova Zak女士 他也曾经特别迷恋多任务的概念 但通过一些深入的研究 他发现其实多任务无法带来高效率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单任务 也就是single tasking 为什么说多任务的工作方式没有效率呢 单任务的习惯应该如何养成呢 狗熊我自己是如何结合自己的经验来实践单任务的工作方式呢 本期狗熊阅读来自管理学专家Denora Zak女士的效率类著作 单任务 每次一件事让自己更有效率 他的英文原名叫做single tasking get more than one thing at a time 这本书主要能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通过书里的知识可以帮助你变得更少压力 而且更加专注 并且能够完成更多的事情 你经常一心多用来节省时间吗 比如一边开车上班一边刷牙 或者是在吃东西的时候回复微信 还是在工作的时候呢 不停的查看手机和微博 在这个节奏很快的时代呀 信息爆炸之后呢 多任务并行似乎是你忙碌生活的救星 但事实其实并非如此 多任务呢会让你变得更有压力 无法专注 无法集中注意力 最终呢导致你什么都做不好 同时呢 它也会损害你的身体 那么你应该怎么去做呢 你应该学会一次只做一件事情 仅仅只是一件事 不发微信 不刷Facebook 不玩Twitter 不玩朋友圈等等等等 只是专注于手头的任务 这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会难 但这期节目呢会给你一些有用的小技巧 让你开始崭新的 压力更小的 以及更有成效的生活 那么在这期节目里面呢 你会学到啊 为什么多任务行行为 每年会消耗 美国人纳税人的 几十亿美元的这个支出 那么另外呢 是我们的大脑 为什么不是天生的多任务处理模式 以及如何去面对 喋喋不休的同事的干扰 那么让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本书作者和他的故事和经历 然后呢 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本书作者 Denora Zak女士 是一位美国的领导力培养 培训的专家 那么他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的 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 这个传播传播专业 之后呢 他以研究学者的身份 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之后呢 又在康纳尔大学读完了MBA 他也是学术团体 叫Pi Beta Kappa 还有高智商人士的团队俱乐部 门萨俱乐部的会员 目前呢 他以管理专家和顾问的身份 给很多企业做培训 他写过关于人际关系拓展 管理等方面的一些书 像是我们这期思维导图里面 也会把他的著作列出来 像Networking 还有这个Management 这些 这个涉及到管理和 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些 一些著作 那么这本Single Tasking 是聚焦于个人效率管理 还有幸福感的著作 目前还没有中文版 所以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呢 可以听到 关于这本书 原汁原味内容的 这个精华分享 坦白说呀 这本书 我个人觉得在阐述 专注的重要作用方面呢 并不算是写的最好的 但其中的确有 很多一些 值得我们意识到 并且应该去刻意练习完善的原则 所以呢 这期狗熊阅读 在推荐这本书的同时呢 我也会 结合其内容 讲一讲 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和感受 OK 那么就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 具体 这本书精华内容的分享吧 一心多用呀 并不能解决忙碌的生活 恰恰相反 它可能甚至会是致命的 一心多用会要了你的命 这句话听起来很标题党 但它的确是真的 实际上呀 一心多用会造成成千上万的 这种死亡 以及每年数十亿的经济损失 这话怎么说呢 一个最典型的 一心多用的情况呀 就是开车的时候 分心驾驶 比如开车的时候 发短信 打电话 看手机等等 而这种不专心驾驶呢 是仅次于酒后驾车 造成交通事故的第二大原因 事实上呀 美国汽车协会 也就是3AAA 最近呢 它发现 大约有67%的美国司机 在开车的时候会使用手机 那么结果呢 当然就是成千上万的人 因为试图去一心多用 而挂掉了 分心驾驶造成的经济损失 包括财产损失 以及人员伤亡 带来的影响 同样令人惊讶 每年呢 大概有8710亿美元的 这方面的这个 因为交通事故 因为分心驾驶 带来的损失 那么所以多任务啊 在一些场景里 真的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大果熊 我自己其实都有过一次车祸 在几年前呢 我在驾驶的一辆SUV 行驶在高速公路的时候 在云南啊 当时路面下过雨呢 很容易打滑 本来呢 如果我是全神贯注的去驾驶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当时呀 我是用一只耳机 有线的耳机 在听着音频的播客 那么一边开车 偶尔呢 还和旁边 因为也有其他的这个同行的乘客啊 和他们聊聊天 那么注意力并没有完全放在驾驶上 于是呢 在一个弯道的时候 因为踩刹车 连续踩的时间太长 就打滑了 那么我们的车呀 以100多公里的时速 转了一个360度的圈 就是旋转了一圈 然后呢 转上了隔离栏 还好当时后面没有其他车 不然情况还真的不敢想象 从那次之后呀 我开车再也不敢 再也不会去看手机了 那么多任务行为啊 不仅危险 而且其实也不会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事实上 并不存在所谓多任务行为 这样的情况 正如斯坦福大学的神经学家 叫艾尔阿费 那么这位博士呢 他在研究的时候 发现啊 我们的大脑根本无法同时专注于多个事物 相反 大脑只是将它的选择性注意力呢 转移到特定时刻需要去处理的任务上 当你的大脑不得不做出转变的时候呢 你的表现会受到影响 这会让你在目前你关注的任务上的效率降低 如果用大家熟悉的电脑来打个比方的话 就是当你同时打开多个软件的时候呢 CPU的运算速度需要去分配到不同的软件上 这就会让CPU的处理速度变得慢了 另外呢 分散的注意力还会使你的大脑呀 在处理传输数传入数据的时候呢 变得更加困难 因为多呃 多任务造成的注意力分散呢 会阻碍大脑中短期和长期记忆的信息处理 哈佛大学在2011年进行了一项研究呢 证实了这一点 这项研究考察了多任务行为 还有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 那么研究结果呢表明 我们的认知功能 特别是在我们的记忆中 多任务行为的时候 多任务的这个过程中呢 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影响 其实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 多任务行为 特别是一边做事一边发呆 这种打引号的多任务 并不是我们进化行为 或者说人类这个古代行为的一部分 相反呀 我们那些在狩猎采集的祖先呢 寻找食物的时候 必须保持精力和警觉的高度集中 而不是陷入沉思 毕竟当你心不在焉的时候 是很难看到潜伏在灌木丛中 各种食人猛兽的 剑齿虎之类的 或者这么说呀 在古代喜欢走神的人呢 都已经被大自然给消灭了 如果我们现代人 这种三心二意的状态 回到古代呢 估计撑不了几个钟头 就会挂掉 多任务行为呢 不仅与我们的演进过程相悖 同时呢 它也会损害大脑 当你同时进行的任务 太多的时候呢 持续的过度刺激 和带来的压力 会导致大脑前额皮质的灰质部分 也就是大脑中负责复杂思维的部分 会萎缩 所以啊 这个多任务就像一个过度使用的弹簧 可能会让你的大脑的这个运算速度和能力呢 变慢 变得不再适应去思考复杂的东西 此外当你尝试一次做一大堆事情啊 比如在吃冰淇淋的时候 同时去写作业啊 同时和朋友打电话 又看着电视上的新闻 那么这个时候呀 你的大脑会释放出一种叫做皮质醇的应激激素 这种激素呢 会降低你高效完成任何事物 专心去做一件任务的能力 还会使大脑中负责这个工作复合的神经元呢 因为工作复合过重会变得退化 那么这两个影响 一是挥质萎缩 还有神经元退化会导致什么呢 最直观的影响 就是你很难再去集中长时间的注意力 去考虑一些复杂的问题 或者是去阅读一些艰深的专业著作了 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反馈说 哎呀天天玩社交网络 天天玩微信微博 怎么感觉已经无法去看一篇 哪怕是一千多字的长文了 一千多字其实根本不算长 对吧 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中的灰质和神经元 可能已经受到了物理上的伤害 考虑这一点还是挺吓人的 而相比之下呢 单任务处理可以让你获得世界级的表现 只有当你完全专注于手头的任务的时候呢 你才能进入到一种叫做flow心流的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是由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叫米哈里奇克森 他定义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完全沉浸和专注的状态 举个例子啊 在2014年美国和比利时的足球比赛中呢 美国足球守门员叫做Tim Howard Tim Howard 那么他曾经经历过这种心流的状态 尽管他的球队输了 但Howard呢 以破纪录的16次铺就 打出了一场令人吃惊的比赛 他可以算是这场比赛中唯一的一个主角 那么当被问及他这次 怎么能做到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 注意力集中的状态的时候呢 Howard说 哎呀 一旦这比赛的哨声响起的时候呢 其他的一切东西在我的脑海中 在我的眼中都消失了 那么别的什么都不重要了 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面前 唯一的一项重要任务上 就是做好一个守门员 这就是一个单任务带来的世界级的表现 说到这里啊 你可能已经看到了 多任务行为呢 对你的健康还有生产效率而言呢 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么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你战胜他呢 我们都有过第一次遇到一个人啊 然后和他交流介绍寒暄之后 转过身就忘记他们的名字的这种经历吧 那么这种失礼的行为呢 可能就是由于多任务处理造成的 尽管在当时来看似乎不是这样 多任务行为啊 他并不一意味着有意识同一时间的去进行大量的思考活动 他也可以只是在进行思考 而不是在处理手中的任务 也就是说啊 你的大脑走神 这种也是一种多任务 multitasking的这个状态 那么我们平时各种想法会突然浅进你的脑海 然后这个你会分心走神 这是很正常的 诀窍啊 要想克服这一点 诀窍的就是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 都去优先考虑最重要的事情 并且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活动当中 当你的思想开小差的时候呢 引导自己去回到那个专注的状态 即便是你试图去专注于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呀 你也会发现 很难停止思考其他的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当你在为 要给老婆去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 去发愁的时候呢 突然可能你会 突然想到我同事昨天跟我说了一句话 让我很不爽 然后你的大脑就去想那件事了 那么这其实没关系的 那么你需要做到的只是回到守仇的任务 然后呢继续保持专注就行了 当你感觉哎呀 头已经要爆炸了 然后各种各样的信息 然后又疲劳 然后又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事项交织着的时候呢 你可以出去外面走一小段路 或者呢休息 冥想一下 都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 那么这是保持专注的一些诀窍啊 那么与保持专注同样重要的呢 是避免那些潜在的干扰 生活中呀有太多的事情呢 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无论是像这个Facebook上的信息 引人注目的新闻标题 电子邮件 或者是一个喋喋不休的同事 那么这些干扰呢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重要的一部分 你可能需要一些创造力 来防止这些干扰 吸引你的注意力 你可以试着把手机设置成飞行模式 或者呢 关上你办公室的门 挂上一个我很忙的标志 或者呢甚至可以在你的网页浏览器上 添加一个自动屏蔽的插件 以防止你在工作的时间去刷微博啊 看Instagram Facebook等其他这些 那会分散你注意力的网站 那么再来介绍一些 可以帮助你专注于单个任务的技巧吧 我们具体分享技巧 应该是大家都喜欢的 其中一个窍门呢 是批处理 那么也就是将类似的活动和任务呢 组合到一个组中 然后呢 一次去做这些同样类型的任务 一般帮助你呢 更有效的工作 为了有效的做到这一点呢 你必须首先确定 哪些任务需要类似的方法来完成 然后呢 把它们组合到一起 之后呢 你就为每一个任务 每一组任务呢 设定一个时间块 计划在你的整个日程安排中呢 在哪个时间段去集中的展开完成它们了 举个例子啊 你可以将所有涉及需要去打电话的任务呢 放在一个30分钟的时间块里面 然后在这之后呢 做完所有打电话的事项呢 你可以去完成涉及到书写活动的时间块 比如说再花一个小时写电子邮件 再花半个小时写会议总结 最后呢 你可以去完成一些需要体力活动的时间块呢 来结束你的一天 比如是啊 整理花园呀 拔草呀 或者是外出去买点文具之类的东西啊 这些都是可以去交叉进行的时间段 那么其实我们在之前分享过的getting things done 也就是gtd的原则里面呢 就是给任务设置场景的方式呢 来批量处理了 这个呢就不在这再展开来说了 大家可以去关注之前的那期gtd的节目 另外一种可以帮助你变得更有效的方法呢 是全世界的医生都会常用的一种技巧 也就是在你的日程安排中呢 设置一段激动的时间作为缓冲区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 就是当你比如说得了一些小病 像是嗓子疼之类的 那么为什么一般情况下去预约医生的这个就诊 需要很长的时间 等都要等这个好长时间 个把钟头都会有 但如果是紧急情况下的话 你去医院啊 比如说你这个被刀捅了啊 那个流血不止 那么为什么医生总是可以马上就把你拉进手术室进行立即处理呢 那么这个例子当然可能仅限于国外啊 因为国内的医院 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就诊速度已经很快了 当然也有存在同样类似的问题 那么这是因为医生呀 同样同通常他在白天会安排两段自由的 也30分钟的时间 这个所谓自由呢 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干扰的这个时间 来用于医疗紧急情况 那么这样的缓冲时间呢 可以帮助他们处理棘手的突发情况 但是我估计这也同样的是在国外 这个医生每天就诊数 可能就是十几个人不得了了 这样的一个节奏去去去安排是可以的 在国内一天一个医生可能要治上百个病人 那么估计是从头忙到尾的状态 那么举个例子啊 我们以生活中的状态举例子 比方说你一天的这个日程是8点到9点开会 9点到10点开会 10点到11点写邮件 11点到12点开会啊 就是这种一个接一个 中间完全没有空档的话 那么迟早你会落后于计划的 但如果你在日程安排中的建立了一些缓冲区 那么比如说8点到9点开会 然后10点到11点呢 是这个这个写邮件 然后其他的时间的稍微缓冲一下 那么有一些临时的安排 比如说老板临时布置一些事项让你做啊 其他同事请求请求你帮忙 或者是一些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呢 就不会打乱你的常规安排 那么这也可以让你更有效的 更有效率的去专注于单任务啊 一个任务的这个解决和处理 那么这些技巧啊 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是很有帮助的 在之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如何在不同的生活场景 可以同样的进行单任务处理的技巧 在上面的部分呢 我们分享了来自管理学专家 Devora Zak 女士的效率类著作 单任务 每次一件事 让自己更有效率 那么总结一下吧 这本书的关键的内容啊 是与主流的观点相悖 提高效率的关键啊 不是填满你的时间表 或者是使用多任务的方式 去处理所有的事情 相反呢 你应该采用单任务的处理方式 或者是区分出任务的优先级 并在一段时间内呢 专注冷静的 逐一的 一件一件的去完成 你需要做的任务 那么具体可行的建议呢 首先是注意精简啊 减少你日常工作中的那些冗余 其次呢 在下次在办公 或者在做事情的时候呢 你最好先能浏览一下自己的任务 排好优先级 弄清楚什么是最紧要的 可以列一个清单 然后呢 列出这些重要的任务 以及列出你需要去处理的其他琐事 通过减少冗余 还有保持专注呢 你可以很有效的提高自己的工作治疗 那么狗熊也建议 大家呀 如果对单任务的这个概念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选择进一步阅读的话 读一下史蒂芬盖斯 叫斯蒂芬 Greiss的微习惯 mini habits 这本书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以后可能我也会给大家介绍 类似的这本书 但是我们之前狗熊阅读推荐过的 像这个getting things done 搞定 gtd 包括像这个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这些都是可以结合单任务 这样的一个工作思维方式吧 来来这个提升自己效能的一个一个很好的支撑 那么那些书呢 也可以找来读一读 看一看 微任务就刚刚说这本书呢 是2013年出版的 他就解释了实现目标的创新方式 背后的那些逻辑 也就是动机雄心这些 并不是能够促进你成功的要诀 相反的日常的一些小习惯 会让你帮助你走上正轨 那么通过学习这本书呢 你会知道怎么来利用习惯 帮助自己变得更好 那么以后再说吧 接下来总结完之后呀 来讲一讲大狗熊自己的感受观点和经验了 就大狗熊自己来说呀 我很早就发现 其实当单任务的状态 真的是最有效率的 我现在在工作的时候呀 甚至连音乐都不听 就是基于对多任务神话的那种幻灭 因为我曾经非常的憧憬 能够自己同时做很多事情 所以同时就是说 突然接完一个电话 马上就可以写东西 写完一个东西 有人打断以后 马上又去处理另外的事情 但现在我已经不相信这样的神话了 但大家也不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其实多任务和单任务并不矛盾 关键在于怎么 你怎么去看待它 你的角度和方式是什么样的 在这本书里 这个Zack女士 他提到的单任务概念呢 更多是一种以微观的角度 也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的时候 要保持一种不三心二意的工作状态 一件一件去做事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聚焦于每天的具体 甚至每个小时的具体工作 那么这样的方式呢 也正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 可以让我们具备更高效率的工作的习惯 就狗熊自己的经验来说呀 使用像GTD 还有番茄工作法 每25分钟工作 集中 然后休息几分钟 这些都可以有助于保持这样的状态 那么GTD里面天然就有批处理的原则 那番茄工作法呢 也有助于帮助我们在一个时间快里面 像25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快里面呢 保持自己的注意力 有意识的提醒自己不要去分心 那么这个呢 是从微观的角度 但从宏观的角度呀 我们根本无法避免多任务 别的不说 目前现在现代人每个人的身份和状态 都是多任务的 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新媒体的运营人员 有一个小编的身份 在生活中呢 你可能是一个父亲 同时呢 也可能是一个游戏战队里的活跃分子 还可能是某一个爱好者群体的一个组织者 那么都有不同的身份 我们的生活工作本身就是多个任务同时进行的 那么单任务啊 更多是在处理阶段性聚焦 就他提倡的是在那个阶段 在一个短的时间段内呢 聚焦于一件事上 当某件事已经处理到一个阶段内完成的状态 将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程度 可能他等待着评估 或者是已经告一段落了 或要搁置一段时间 或者呢 需要重新再审视你需要投入的精力什么的 那么就是他即将投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你就可以切换到其他的事项来进行了 就像我们在狗熊有话说的播客里面曾经讲过 复联的导演叫Joss Whedon 他就是在指导吸血鬼Buffy 这部美剧的休假的两周时间内呢 就写了部另外美剧的剧本 那么他不并不是说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件一件 这个呃 做完一件再去做另外一件的 他只是在中间的空档 就是在那个阶段 那两个星期内呢 集中注意力去写了另外一部美剧 萤火虫的这个剧本 那么之后呢 他就可以呃 在下一个阶段再去做呃 会具体继续的推进 而不是说啊他呃真的是那种完全的聚焦于一个任务 这部电视剧彻底拍完中间什么都不干 并不是这样的 那么狗熊自己的经验呀 是这样的 你需要找到自己在同一周期内可以并行处理的项目 最多有多少 你的上限是多少 然后最好给自己再流出20%的缓冲时间 再结合GTD之类的管理方法呢 优化好具体做事时候的那个聚焦的状态 优先级很重要 甚至你需要去降低一些事项的质量标准 先保证去完成 比如我之前工作的时候啊 在最忙的时候呢 曾经有三个啊 app的这个设计项目和这个项啊 产品控制的同步进行 要同时呢 我自己还有每周要更新的播客节目在做啊 还不用说家庭生活需要去兼顾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 我就发现啊 我只能平均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 花在播客节目的制作上 每周一个小时左右 于是呢 我就集中在一周的某一天 一个上午不忙的时候呢 制作出两至三期节目 然后呢 同时也做好了排版和节目说明 甚至上传好啊 设置好定时发布 这样 这样的话 一个上午呢 我就将一个单任务进行了一次阶段性的完成 那么其他的时间 我就安排在我的那个日常的这个 app的这个项目工作上 那么这些是我可以需要去集中 集中状态聚焦的一些事项 那么这个呢 是我的个人的经验了 所以啊 如果你慢慢的习惯于 每次只是聚焦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 去集中去做那一件事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很容易进入到上面提到的心流啊 flow这种工作的状态中 在那种状态下呀 工作的效能会有本质的提高 时间会过得非常快啊 然后你真的会感觉到仿佛所有的事情都不存在了 我曾经有过几次进入到 flow心流状态工作的那种 那种体验 坦白说真的是一种享受 真的你能够沉浸在事物之中的感觉 关于心流概念的分享呢 我们会在之后的狗熊热读节目里呢 详细和大家进行介绍 OK 到这里这期节目也就要结束了 希望你也可以受到这期节目的启发 结合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实践一下如何每次只做一件事 让自己更有效率 欢迎您把自己的故事和我分享 也别忘了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狗熊有话说 或者是新浪微博挨大狗熊 或者在这个狗熊有话说的播客官网 voice.beartalking.com 来和我互动 那么更多关于狗熊阅读会员信息 会员节目的信息呢 可以在狗熊阅读的官网 readwithbear.com 去查询 OK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本书里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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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5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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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